郭老師,再說各位先進 大家好,我是林子倫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因為時間很有限 剛剛因為早上在台中,所以趕過來 聽到剛剛參加上一場的,聽到一個座談 那我想,關於這個議題其實長期以來非常關心 那包含在輔導危機之前,剛好有機會去參加青森 然後參加那個六祖村,東亞大概是日本唯一的 核廢量的永久祖村長 那本來他也說希望我們是不是就參觀 剛剛徐老師提到那個,我們現在燃料的高放射回收 不過我們後來就想還是不要進去 但是,基本上我們也看到 當時我們也訪問了青森,當時在地的一些官員 我們看到,日本官員對這個部分是非常的熱衷 那我想最近的一些參與,一些觀察 讓,基本上呼應了剛剛前面的幾個老師或先進 還有很多發表者的看法 那我個人在這邊提出大概很比較 可能是一個怎麼樣走的一個出路 就像剛剛老師提的是下一步 那可能是不是從能源民主化或是其他的方向 能走到下一個方向 那我覺得一開始可能,因為我們長期關係的能源 我覺得可能要提一下這整個能源發展的歷史 就是我們可能,就像剛剛提到 我們可能還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 可能一開始的出現 它就不是一個很科技的一個想法 它的應用它用在核武 那這核武跟核電的運動 其實在反核武跟反核電 其實它有一些在各國不同的一些發展脈絡 那在台灣其實也是在這個大的全球的原則和平用途 在1950年代美國,它在戰後的這樣一個大的輸出 那關於台灣的引進 包含了軍事外交跟兩岸的這樣一個非常複雜的情境 所以核電在台灣其實它的出現 它本來就並不是那麼單純的經濟或其他的出現 那這也可能塑造了我們在這裡 它很清楚的一些政治性格 包含剛剛各位提到了很多現象 那我想這裡面其實包含後來在世大建設 核電變作為一個所謂科技進步的一些象徵等等 我想這個都在台灣非常非常清楚的呈現 它不是一個單純 它有部分我們談到了科技的性質 但它也它本身的一個象徵 那這一個能源的這樣一個規劃 其實在1970年代全球能源危機之後 很多國家在找所謂的石油之外的替代性能源 當然在當時的情況下 核電當然是一個非常清楚的一個 在這時候有非常好的選擇 然後在台灣當然 不管在很多的長期規劃 我想各位也看到 在早期台灣的規劃是26座的核能基組 26座 所以我如果有錯的 我記得看到這樣 所以26座的核能基組 那你可以想像今天要蓋完這個8座都非常的困難 那事實上你可以看到 在當時的這整個大的核能規劃 其實事實上是把核能做為一個準自產能源 我相信這個 你剛才過去的歷史文件也可以看到非常多這樣的說法 視為準自主自產的能源 那換句話說 我們的能源的政策的規劃 基本上整體是以這個核能為發展的 核能為政治的中心規劃 那這裡面其實它賦予了非常多的政治經濟 軍事的功能 那當然在80年代 7年代末期 790年的山頂島事故 然後86年的圈蘭堡事故 這當然在全球這樣有很大的一個轉向 但是我們最近很多人在重新回顧 在說福島之後會不會又回到像圈蘭堡 大概後來又忘掉 或是說重新又起來 那當然這裡面有很多的可以討論 但是事實上可以看到 回到台灣的脈絡裡面 或是在全球的脈絡裡面 這個90年代有一個大的一個是氣候變遷的議題出來 那氣候變遷就變成所謂現在在談所謂核能復興的 另外一個重要的出口 那這也是剛剛也提到 在UFCC聯合國氣候變化大公約 它其實基本上它不去處理核電的這個議題 它當作各國自己它自主的一些討論 那它也無法視為這個所謂 可憐的所謂清潔發展機制裡面的一個重要 雖然核電的產業在這裡面運作 或這個拉比都非常嚴重 那台灣的脈絡其實大家就記得 2000年它做了一個所謂核四的一個停建 當時之前做了一個債評估 本來我個人認為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公共政策的對話 因為20年來其實台灣 現在應該30年了 20年來其實在當時這個核電的事故 紛紛擾擾其實一直沒有很好的一個檢視 它的知識的基礎 它的一些相關的證據 所有的東西都沒有談開來談 所以當時它變成十幾個panel 來作為一個公開的討論 我覺得基本上是一個不錯的嘗試 但是當時它的這個 我相信它的所謂挺建的這樣的一個手段 或等等 我相信有很多 不管從政治或從各方面 有很多檢討的空間 當然最後又造成虛見 那我覺得這個事件對台灣今天反而造成另外一個 藍綠的對抗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事變 那時候大家也都記得 那個阿伯跟連戰見面之後 馬上出來宣布 所以這造成的連戰對於阿伯 或是對民進黨整體的這個副作 造成今天在台灣藍綠的一個非常 所以核電在台灣其實是非常複雜的 它在 它甚至造成今天藍綠的強烈對抗 藍綠這兩個名字也是在這之後出現 如果去把例子來看 這個事件之前其實還沒有藍綠這樣 很明顯在政治學上的這個人類 所以補導危機當然在這個時候 如果這個脈絡再放進來 其實當然在我們台灣 這所謂 2018年的所謂二次政黨輪體之後 這個核四續界 或是核一二三除一的 最近的一些相關的發展 你可以看出核電的一個簡單的 全球在跟脈絡發展 它其實它並不是那麼單純是 全經濟或是這樣的一個科技發展的一個考量 它很清楚它的政治性格 當然這邊的批評其實有蠻多 包含國內的一些前輩 包含林聚業老師 他之前提到反而所有的反獨裁 我相信很多人聽過這個 當時我想 他提出來有他的脈絡 不過當時很多人把這個反獨裁解釋成 當時只是他的政治的威權的體制 我認為是不是2000年之後 台灣如果逐步民主化 是不是這個部分就出現 所以他當時可能挑戰的是部分的政治威權 我記得有幾個老師也做過 到底反核是為了反台電還是反核 所以其實有一些目標 其實那時候是反國民黨政府 反台電 反核 這些東西好像看起來是糾結在一起 所以他們的抗議目標 因為這幾個有些共同的歷史情節等等 糾結在一起 所以反而這個議題在這邊其實很複雜 當然我覺得反而核電它本身還有一個在能源本身 它的一個大型的集中式的一個這樣的性格 比如說它跟我們現在為什麼在談戰生能源的分散式 這樣的能源其實有大的一個差異 其實這也是我覺得在後來 很多能源專家會還是希望用核能來解決的一個 某種程度的一個專業上的一個判斷 因為核能你如果蓋下去 它其實就可以提供蠻大的一個所謂基載 或者這樣一個能量 這對於能源的管理基本上有它的方便性跟效率性 所以這從能源的這些管理來講 可能是有它的這樣的專業存在 但是如果從它的這個相關的這個反應的另外一個特性 也就能談到的 這某種程度它形成是一個壟斷性的 它這個專業性的核能的這樣的一個大型的投資 在台灣這某種程度形成 我想在很多國家都看到這樣專業知識或資訊的壟斷 當然最後還有這樣的隨民主的施令的狀況 那當然我要特別在強調 因為最近在長期在觀察這樣的一個發行 我發覺那個官僚的意識形態很清楚 大家最近也可以看到其實原能會有在轉型 過去我們把小數原能會跟台電挖在一起 那最近你可以看到很多原能會跟台電的這些矛盾的情節 那這邊其實有一些其實 工學也是可以來做一些相關討論和分析 那當然我覺得能源政策其實當然如果是 一些未來的方向 當然今天又要想談下一步的話 那我覺得這裡面 在全球這部分的域情變得非常重要的一環 所以整個社會接受度必須來重新考量 包含再生能源 是不是它就 我們就覺得好像不需要批判的就接受再生能源 我覺得我們在思考其他能源的替代性的時候 也同樣可能要把跟核能源的這個部分拿來做一些類似 當然它兩個在性格上或在本質上有些很大的差異 但是我想一些溝通跟公民參與 不管是核能跟參與都需要 另外我簡單的談一個簡單的歧視跟出路 我覺得我們後福島的能源危機我們看到這樣一個發展 其實反映著世界各國在現在氣候危機跟能源安全的矛盾情節 很多國家其實在現在有100 全球快200個國家 其實還有30個國家 基本上還是持有核能 那它就有160個國家基本上沒有處理 這是之前徐老師有針對這一點 我就提出來非常有趣的一個發現 那其他國家怎麼在思考這些核能 那最近也看到很多的這些所謂轉向 那也回應剛剛其實福老師提到 在東亞國家在這邊提到的一些 我覺得基本上我覺得東亞國家對科技或這個東西 有它的殖民性格存在 那對於這個科技 新興科技的這些樂觀的思考跟依賴 那這個部分可能造成我們對於核電的其他相關的這個部分 其實打了還是會再起來 打了還是會再起來 各位如果有觀察到 我覺得非常特別的是 武道維新的時候 中國那時候本來剛開始 文家寶也是宣布說全部先暫停 所有的新計劃說 各位如果有注意到 新華社發了一個稿子 有一位核能專家來反對直接挑戰文家寶的 這個其實非常非常罕見 在中國那樣一個社會裡面 竟然會有人 那這個先 我後來發現也只有在核電的這個歷史上 他們一個科學專家竟然反對文家寶做這件事情 他覺得中國不應該挺家 那可以看出這個 在核電這個議題 在各個國家的這樣一個特殊的形態 當然我覺得替代性能源的一個角色 可能是跟它互動 在這邊我們其實當然有一些思考 我覺得 這也是我覺得在接下來我覺得很快兩個部分 一個是從公民的這個部分來看 我覺得我做了一個所謂的經濟的選擇 經濟的途徑為一個政治的部分 那這部分包含剛剛嘉倫老師這邊 還有在座有很多朋友 當時有在推動這所謂風綠電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風綠電的出現 把所謂的綠色電力的選擇權回到公民的手上 因為過去我們其實對於能源的配比跟這些選擇 這其實我們完全沒有發援的空間 它純粹是專家決定 但是在很多國家其實它可以透過人民去決定 它要選擇要買綠電 那願意多付一點錢 那讓電力公司做這樣的投資 那這是一個正向的循環 它可以說是沒有錢 但是公民願意多付一點錢 然後取得更安全或更好的這樣的選擇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 公民重新拿回一個選擇權的一個方式 過去依賴專家來決定說哪一個是最好的方式 公民來決定 來自己決定哪一個是它最好 那我想參政人員這個部分 大概有它跟核能的一個禁足的關係 很多國家的發展都可以發現 加核能源跟這個有資源的配營 在台灣其實也看到這樣的一個性格 從90年代以後 本來在我們有做過一個數據 之前跟那個綠蒙德加維 那時候90年之後 很多國家大概在戰政人員比例 大概都是1左右或是0 可是在這20年來的發展 台灣還是在1左右 可是你看德國、英國都已經交到事情 所以國家的這些政治發展 對於這些東西依賴是有差異 最後我談另外一個是公民的政治選擇 我覺得還是 最近還是要來談一些所謂 ACID strategy 就是說來談這個出入的部分 剛剛 我覺得 如果按照現在的馬總統 現在提出來的 最新的剛剛提到的 那個真的乾淨 大概核四之後就不會贏 那當然很多人就說核四又要40年 所以這裡面到底要怎麼出入 其實最近的那一期的這個Bleton Atomic Sciences 他就有提到 剛剛跟那個綠蒙德同一期 就有提到在介紹這個 德國他其他相關的一些發展 他們怎麼在這裡面的 這些政治的一些處理 我覺得這個部分 可能全球要開始來思考 如果他只是一個全地群 當然現在很多人的全地群都不要 那到底他做一個轉換型的能源 就是說這個過度實現能源 到底可不來處理 那我覺得最後可能還 最後時間 不單靠 但基本上我在談是說 我覺得要重新思考這些科技官僚 台電 這邊這個特殊的角色 這些科技社群裡面 本身的一些角色 另外 我覺得在過去的一些審議的溝通裡面 我覺得社會信任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關係 如果大家有一些信任關係 其實很多 但是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們長期沒有建立 政府對民間 民間對專家 等等這些項目的關係 另外一個我覺得 或許參考其他西方國家 我覺得在政治學 除了剛剛經濟方面的選擇 或是政治的選擇 這個審議公民投票 或許是一個 暫時或怎麼樣解決的 一個可能的出入 因為我覺得不能 可能還是任由 如果只是一個不同的政黨的問題 來作為一個這樣 我覺得它也造成一些不穩定性 我覺得事實上 或許有一些比較好的解決 但我覺得它不是傳統公投 希望它是一個經過公民討論 經過這些資訊公開 所有這些資訊透明 一個大家在這個社會上 比較審慎的最終的一個決定 我先做這樣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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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